当你看到眼前的场景时 一定猜不出来这是哪 这看起来和普通的村庄没有什么区别 有小树林 有草地 还有庄稼 但其实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明长城以北陕西和内蒙的交界 我们这样放眼望去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是在黄土高原上长满绿植 其实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儿是沙漠 它就是我们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毛素沙漠 山高近秃头 滩地无树林 黄沙滚滚流 石耕久不收 是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1959年以来 人们大力兴建防风林带 开展了改造沙漠的巨大工程 到了21世纪初 80%的毛素沙漠得到治理 水土也不再流失 黄河的年树沙量足足减少了4亿吨 毛巫素沙漠每一抹绿色的背后 都凝聚了无数制杀人的青春和梦想 不浪河女子民兵制杀莲 银玉针 石光银等 从公社时代的劳模 到个人承包杀地时代的企业家 栽下去 活下来的树是实实在在的 正是因为他们不懈的努力 我们才能看到今天别样的风景 我们是顺着这条路找了半天才找到路边这一块有明显沙漠痕迹的一片地方 我们现在呢就上去看一看 看看这个沙漠便利洲的奇迹 我们踩在这个地方毫无疑问它确实是沙子那种脚下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沙 它就是这种松软的沙子的质感 我们之前也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儿的沙漠呢 它首先沙子的颜色跟那儿是不太一样的 其次就是我这么着往下稍微挖两下 大家可以看见它里边是有水分的 它这个沙子的颜色明显变身了 就是有水 我在地上捡到了一个挺大的一个胡杨的根 在这周围呢种了很多胡杨树 然后我们发现比较明显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在沙漠上 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小草 各种这种小草的痕迹特别明显 我们这样看就感觉它这个沙漠在不久之后 马上就要变成草原了 对于毛素沙漠的治理 绝对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工程 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的祖国简直是太伟大了 中国太牛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